大家好,我們現在跟縣長,蘇智敦蘇縣長,來到了宜蘭的這個綠色波蘭會 現在大家看到了這個,我們縣長現在跟宜蘭縣政府,還有我們陰縣的一些各單位的一些指貫,來到這邊參訪,現在在這邊做一個交流 這幾年的話,大家也很認真努力在做,也希望能夠營造一個好的居住的環境,讓雲宜蘭可以像宜蘭這邊說的縣民一樣,都以身為一個宜蘭縣為光榮為交 那我記得在這幾年裡頭,我們每次看到媒體,然後有提到一些縣府的指標來講,宜蘭縣一直都是獨站熬頭,這是我們雲宜縣不獨的地方,也是要跟各位學習 那麼今天來看綠博來講的話,果然是宜蘭縣先生,我非常覺得不一樣 不過我也非常替宜蘭縣民高興,因為整個來講的話,這種執政的這種延續,然後經過了那麼多的一個,那麼多任的現場 從陳定來這樣子,一直一脈上去相談下來,那麼累積累積累積的這樣的一個成果,真的是這個地方來講,真的很不簡單 所以這也讓我警覺到說,其實的話這種接力,這種執政的接力來講的話,是不能斷 一旦斷了以後來講的話,可能整個的建設,還有一個大的方向和大的指標,目標來講的話,可能就會變質,會怎樣 所以今天來看綠博來講的話,真的是稀有,稀有很有很多很多的感觸 所以像陳秘書長的話,跟我講說,當初來講的話,是陳定來的話,大筆一揮,這個整片大概兩百公頃,是不是 大筆一揮,就把它劃定為,真的是風景區 那麼,剛剛秘書長又拿一個圖片給我看,三個月前的話,這邊因為經過風,風灰來講一些,整個大地來講的話,破壞在境 那麼,三個月內的話,可以馬上就復原了,復原的這麼快 而且滑草的話,都自栽起來了,都在公布門裡頭的效率的話,也輕奇的快 所以這種行政效率,要怎麼樣去做接軌 包括一個政策決定的下去以後,那行政的效率,要怎麼做接軌 那效率可以這麼快,還有苗塞的這樣子,準備 這樣子準備期,這種東西來講的話,會令我們,同樣這個行政單位裡頭,我們會這樣子得分分期 那我也很難去想像說,當初陳定蘭來到這個地方,最原始的地方 過去是人家賬金,不然就是人家自己在那裡建材 旁邊有一條客,再來過去還有一個蘇澳鎮的浮化爐 那如果做一個縣長來到這邊看的話,過去看那個地方來,不太看見 我相信是在美人家的,當時的眼光的話,是繞在什麼地方? 就把他兩百公頃移動,就是風景區 這個風景區一化,以後就開始正修足地 然後我們的陳律書長說,當初他也是農業局的局長 農業局局長是台西大陳秀斋 他們的土地還是獎金的團隊的時候 八成就等他們,然後反抗的地方 控制也是批在裡面 所以還是經過了一段像陣痛一樣 然後有今天的時候,有沒有看到綠柏的場地? 我剛才跟我們的,兩位剛好都是陳律書長 我也跟我們縣府的律書長有提到說 婚禮館就是撞一輩,可以擺一個活動 然後可以累積辦活動的能量 還有可以培養我們辦活動的行政效益的累積 還有包括我們的能力種種 我覺得就是非常地羨慕 我們上次的話,縣府的團隊也有來到宜蘭 我們也去訪問你的清水公園 今天你就是來看這個綠柏來講 這樣子兩趟宜蘭看起來 其實我都覺得時間太短了 時間非常的短暑 那時間很短的話 看個東西的話 或許會不夠深入,也不夠精闢很可惜 我記得我當年要準備選縣黨的時候 我大概全國的很多地方都跑過 然後也到縣法去看過 我還記得我之前去到宜蘭的時候 譬如說你搞到導覽的人的話 那個人就跟我講說 你如果要來看我們宜蘭來講 只有宜蘭去 他就告訴我,你就要用一天的時間 他說可以用一天的時間 就是把我拍照宜蘭去 我就想說,這個宜蘭去 就可以跟一個外來 游客的話 導覽的話 可以有一天的時間 讓我看見很精彩的部分 我覺得納舌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就做到這個程度 實在是很不簡單 來看看 好